从网上美的我们老家的一个姜水 切点葱剩锅 今天拿着做一个我们老家的酸醋面 起锅烧油 先把姜水给呛一下 倒点油 直接倒里 看了没 这种酸菜是我们甘肃人的回忆 这个东西很好吃 回老家的时候天天吃这个 等它开锅了 关火 开锅了 关火 再切点土豆 土豆切成条 我们老家最古老的做法就是 锅里面倒凉水 把这土豆直接倒里面 水烧开 下面条 等面条熟了 那酸菜直接倒里面 就直接那么吃 这是我们老家最最古老的一种做法 行了两个土豆够了 这个土豆就不用了 切点葱花 上锅 把土豆咱们炒一下 葱花 上下锅 倒 放点盐 稍微来点鸡粉 直接倒水 等水开了 直接下面条就行 看了没 酸菜面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 我们从小就这样吃面条长大了 所以说以前的人肚子里面真的没啥油水 现在还拿油炒一下 之前直接就是锅里面倒水 土豆往里面一放 等黑锅了 把这酸菜从大缸里面咬出来 直接倒里面就这么吃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让现在的人按照最老的那种方法吃 没有几个事的了的 几天身体就吃不消了 水开了 下面条 这个面条是我姐给我压的 我们老沾的面 这面很好吃 比你在底下买的面条好吃 很多倍 面可以了 把咱们炒好的这个酸菜倒里面 这个也没啥油水 吃着营养 很健康 做好了 这个就是酸菜面 放点油和辣子 这个酸菜面吃了很快就饿 因为这个酸菜本身就吃消化了 拌一下 哇 来啊 就这效果 我们从小就这么吃面条长大的 而且根本就里面就没啥油水 整天还得干活 你说以前 就是我父母堂这一半 多不容易过的 挺香的 脱脱老嘎的味道 浓人 附附近 酸豆腐 哇 有点大 很酷 我是80后 我小时候 还挨过饿了 我们家真的吃不饱 没啥好东西可吃 像这白面饭 只有加雷清气了才能吃 实话 今天就是啃土豆 我们家煮熟的土豆 今天那么吃 估计80后小时候的条件 基本上都差不多 只是我们小时候 我们那个线权真的很落后 很贫穷 应该是贫困线吧 看起来 面吃没了 烫我点慢慢喝 拜拜再见